王威晨,又,追凭父亲连续20场有安打,老爸王光辉特地到场鼓励。 记者徐正阳社,记者徐正阳台中报道,中信兄弟开路先锋王威晨昨天靠突袭短打配合脚程跑出内野安打, 以连续20场有安打追凭父亲王光辉的成绩,王光辉今天瞒住儿子到周济棒球场探班, 鼓励王威晨要打破我的记录就屌了。 王光辉带领花莲县队参加玉山杯清棒赛,今天正好轮空, 他没让儿子知道,特地于赛前赶到球场,因为他曾担任兄弟相总教练, 一太近休息时就与许多球员热情招呼。 王光辉指出,一直有在follow儿子的成绩,约在连续15场安打左右, 觉得儿子应该有机会追凭他,前两天有通过电话, 但没提他可能要来球场的是,王威晨连续20场安打是短打叛脚程, 王光辉认为,这点他绝对做不到,大家都知道, 我是脚快速度慢,他看好儿子能拿到累王, 但全累打要加油一下,希望儿子再吃胖一点。 王威晨表示,爸爸没说会来球场,可能不想要给我太大压力, 他跟我妈光是看电视,就已经会给我压力了, 但他其实没有那么在意,能有当然好,没有就再判。 王威晨认为,他的目标是在职棒大20年, 如果能打那么久,就有很多挑战记录的机会, 会突袭短打其实是教练下达战术,因为三垒手锅傅林比较靠近门垒, 我才决定把球点向右边,兄弟今天对付帮汉将, 王威晨一局下就敲出全队第一支安打, 以连续21场有安打超越父亲王光辉。 。